这几个礼拜 俄罗斯即将攻击乌克兰的可能性不断升高 美国 英国 德国相继宣布启动撤侨行动引发全球关注 俄国真的要开战了吗 接着透过环宇新闻点带您了解普丁的开战关键 俄罗斯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同时也希望美国跟北约撤回在东欧国家的军事部署 显而易见的俄罗斯需要一种地缘战略上的安全感 像是北约东扩的核心含义就是把俄罗斯视为敌人 枪炮已经指到俄罗斯家门口没有缓冲地带 让俄罗斯感到敌意 而且从近期的哈萨克事件中 俄罗斯非常迅速出兵强力干预哈国局势 完全不顾中国大陆脸色跟感受 与中国交好也是为了捍卫地缘安全为目的 再加上美国跟德国等西方国家最近的表现 都让普丁认为发动攻击不会招致严重后果 美国方面从欧巴马川普到现在的拜登 连续三任总统都表明不想出兵海外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撤军阿富汗就是最好的例子 德国则是因为对于俄罗斯有能源方面的依赖 在北约成员国想要送武器到乌克兰展现团结之意识 德国断然拒绝核发许可证 给了普丁足够理由质疑西方国家的团结度 不过一切都要回归到长远的战略安全 虽然美国跟北约并不会直接为乌克兰出兵对战 但肯定在经济跟武器装备上大力支持乌国政府 普丁不可能不明白这其中利害所在 因为入侵乌克兰得到的结果 恐怕是整个国家被拖入一场得失难料的战争 以长远的战略安全来看并非适用 再来自从中美两国交恶之后 中国大陆跟国际社会全面恶化 陷入空前孤立 俄罗斯的战略向来清晰 也就是坐山观虎斗的计策 让俄罗斯利益最大化 一旦普丁入侵乌克兰 那么局势就会大翻转 变成俄罗斯跟国际社会苦斗 中国大陆坐收余翁之力 恐怕也不是精明的普丁会选择的战略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点 乌俄冲突现在是一触即发 尤其是俄罗斯总统普丁跟美国总统拜登 最近大动作的执行了军事调度 让战争面临了濒临爆发的边缘 现在包括了美国在内 英国跟加拿大都宣布 要撤离乌克兰境内大使馆人员的眷属 乌俄边境近日枪响炮火不绝于耳 俄罗斯总统普丁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 自去年底以来在两国交界集结了十万大军 25日最新动态 俄国又在克里米亚半岛投入了六千名部队 和至少六十辆战机进行实弹演习 为了压制俄国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同样下令 八千五百名官兵待命 将大批军备物资送往乌克兰 拜登也直言 如果战火真的点燃 会考虑对普丁本人进行直接制裁 还下令撤离驻乌克兰大使馆的外交人员证述 让各国更是绷紧神经 纷纷宣布跟进 加拿大是最新宣布撤离使馆清卷的国家 相同作为的还有英国 而日本同样考虑撤回乌国境内250名日侨 甚至以台湾出世 日本会出手相助作为比喻 表示对乌克兰情势也是相同态度 南韩则是在25号 针对乌克兰发布了第三级旅游警戒 不过乌克兰政府倒是有意安抚各国紧张情绪 该国总统和外交部长都先后表示 撤离使馆人员的举动其实为之过早 在官方试图镇定局面时 部分乌克兰民众则在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备战训练 这些参与备战训练的民众当中 有医生 有大学生 有人是建筑师 有人从事行销行业 原本可能永无交集 如今却因为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聚集在一起 抱着最坏打算投身枪林弹雨 镜头拉到乌克兰第一线战区 乌东的顿内兹 当地居民长期身处动乱地带 虽然各自的政治与民族归属立场不尽相同 但同样拥有的是对和平的渴望 对内兹当局已经在去年下令 强制18岁以上男子服6个月兵役 有必要的话会把年轻人也送上战场 当地青年向媒体透露 很多人都觉得政策荒谬 不知道为什么该打这场仗 站在冲突对立面的俄罗斯 则是一贯必重就轻 坚持是因为北约组织欺瞒真相 有意扩张版图才决定出手防卫 官媒与民间组织也异口同声 辩护普丁与国家的立场 白日化的事态演变 让乌俄德法四方官员在26号召开会谈 据悉法国总统马克宏会向普丁提出 化解乌克兰危机的方案 然而乌俄之间交杂着历史 政治与民族主义的长久纷争 能否依靠阶段性提议或交换条件 就暂时化下休止符 恐怕是个风险极高的未知数 欢迎新闻刘倩文综合报道 俄罗斯是否会进攻乌克兰 不仅仅这是乌俄之战 还会攸关到各国的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会就提出了警告说 乌俄冲突一旦升级 全球高通膨将会维持更久 还有高度仰赖俄国能源进口的 欧洲大陆 更会让当前区域的能源短缺的危机 雪上加爽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 在25号表示 如果乌俄冲突继续升级 很可能进一步增加许多国家的 能源成本和大宗商品价格 让全球高通膨维持得更久 欧洲市场长期仰赖能源进口 而俄罗斯身为当地最大供应来源 在过去几个月来却不断限缩供应量 导致欧洲大陆近期石油天然气的价格翻倍成长 已经出现冬季能源危机 也因此假若战争真的爆发 只会让情况更加恶化 有别于自己就是能源出口国的美国 欧洲受到的经济冲击恐怕会最严重 目前全球已经处于整体高标准的通膨时期 普丁的一声令下打击的不止地缘安全 更可能连带引起各国物价螺旋上升的连锁效应 欢迎新闻刘倩文总和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籍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